传说山上有位老神仙 他有什么都能治好的神药 为了报答殿长 治好殿长怕什么病 狐狼我 踏上了旅 图 这世界就是决斗 我历尽千辛妄苦 顺路解决了坐在线上的混合家里比赛 因为经费不足以下率 终于拿到了仙药 失败的人也只有一个 回到武馆 等待我的却是 欺负了我兄弟的家伙 别想有好日子过 店长还需要静养 那就 祖战速决吧 我明白了 但是兄弟们也是追求梦想失败 落货岛用蛮礼收保护费 逃生活 看来这样也是不行的呀 你们大人总是把事藏在心里不说 拥有力量并不一定是坏事 你们就来武馆打工吧 大姐 古老觉得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 也不一定是坏事 一直以来 你也辛苦啦 快 我要暂时作为领队吗 我明白了 九龙狐狼 战斗就交给我吧 立发献军 坏蛋一个都不准他 有力 破墙 用弄一斤 谢谢你指挥官 我很喜欢这个礼物啊 嗯 让我看看战斗力加强没有 我 我 我才没有主动找你搞好关系 我 我才没有主动找你搞好关系 渣 去死吧 别捣路 下地狱吧 在猎火之中哀嚎吧 在猎火之中哀嚎吧 你说 我赢过路下了吗 哦 啊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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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